你看看我手上就有一個 非常非常有風格的露營桌 這不是桌子 欸好像有點像喔 這個很優欸而且 轉向 可以轉向 因為價格你要尊重一下 398 燒小樹枝 你一個人在用的時候很好用 B6君的B6是值得大小 小嶺就有用B6君 這個很穩欸 它是分離式的 所以你帶到營區也不會太大 而且重點是 如果你在營區有遇到什麼靈異事件 你還可以 你看看你 你當豆豪我做到 歡迎來到超認真少年 每週為你帶來最新工業知識 我是阿仔絲 你是不認真中年 豆宅絲吧 你才豆宅絲 你太吉思了 豆宅那麼大 來孟善是幹嘛 裡面不是賣五金工具的嗎 我跟你講重點是風格露營 你玩到最後一定就只有兩條路 一條叫做有錢出錢 一條叫做有力出力 走帶你去看 走帶你去看 不知道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這一區就是有力出力的代表 你看看我手上就有一個 非常非常有風格的露營桌 這不是桌子 欸好像有點像喔 它是各部件分開來賣 你沒辦法把木頭彎得這麼漂亮吧 DIY 但是莫善喜這邊 有做到這樣的程度 可以來這邊挑線程 其實你甚至不要發想好 你來這邊就會有靈感 像我剛過來拿了一塊板子兩顆腳 就已經是一個露營小座 你這樣站不起來啦 重點是如果站不起來 這邊還有你看 大家知道大雄先生的六腳座嗎 結構很類似 它這裡也有賣 這個很穩耶 它是分離式的 所以你帶到營區也不會太大 而且重點是 但是如果你在營區有遇到什麼靈異事件 你還可以扶完 請 你當豆桃我做檔子 它這個已經是有露營的DNA在裡面了 對啊你直接再拿一塊板材放上去 就是已經 到底要刷掉 好啊 看寧願買不完 嗨呀 雷式蛋捲桌拼裝的角度 哇那你在上面做一些 鴨花烤漆雷射雕刻 雷射也可以 那收起來咧 就這樣 是不是 其實桌盤在這 啊這四支 你要確定我們車載得下來 開玩笑 我是四刀流索隆 你看一下這邊 代客加工項目 各種材質 腳鋼PVC管 陰駕配管 合板甲板 全部都可以使用 而且才切一刀才10元而已 挑好你的木料 來這邊做柴切 回去訂一訂 鎖一鎖就好了 而且你看工具多專業 你完全不用擔心 這邊應有盡有 日本的山木 日本的檜木 日本的檜板 什麼都有 而且材質 你基本上面料不需要再做重新的處理 鋸丸 丁丸 鎖丸 上個木紋期 就OK了 平常我們在家裡想 可能只想到60% 70%而已 等到你現場看到木頭的時候 就剩把木頭升20 你會有更多的想法 因為不同的材質跟不同的料子 你會有想要做出不同樣子的東西 露營有銀釘有銀錘 這個跟孟善喜的工具箱 有一曲同工之妙 你肯定是需要一個收納盒 而且風格還不錯 而且它有三原色 黑鯊綠的黑色它有 對 而且它是鐵劍 敲到撞到也不容易壞掉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這一個 這是一個可以當成板凳做的 甚至你把它當小桌做的工具箱 說實在的 你把它當收納箱也不違和 你看起來很像坐在汽車電瓶上 因為空間容量夠大 所以你只要怕被壓到的錄影用品 放在裡面其實都可以 裡面所有的工具箱 都有一個特點 防水 如果我們買的是風格型的工具箱的話 可能是布裝的 對 那你一丁與下大一點 你可能又要花一點時間去收 而且這一個多少錢你知道 這多少錢 才820元 下面還有抽屜 你放銀丁可以放在下面 又被你掏到什麼包 輕量化防水背包 容量夠大 而且它超輕耶 它是一根手指頭吊起來的 這個大概就幾百克吧 背的東西也不會太重 再來它防水不怕雨進來 吸水暴漲 你還可以拿來當救生的器材 價格多少錢 1480元 也不貴啦 不貴啦 好用啊 對小翔 這裡各式板車都有 對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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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哪招 這個很優耶 而且轉向 可以轉向 無線迴旋就對了 我覺得這個很優耶 這個可以在家裡客廳擺一個 給小朋友玩 去露營的時候 你把它帶著 讓小朋友在那邊玩滑草也不錯 煮東西玩粉火台的時候 這個很方便 而且你可以這樣子 自由轉向 無斷式轉向 前進後退 坐起來感覺不錯對不對 非常的滑溜 輪胎夠寬 所以它其實不太會側翻 家裡如果有工具間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擺一個這一個 對 因為你蹲在地上施工 你坐不久 在露營區還有什麼用途 你知道 玩遊戲的時候懲罰 可以坐在那邊轉15圈以後 站起來跑步 很優 這個多少錢 1880 欸 我跟你講 我女兒快生日了 你有沒有考慮買一個這個給她玩 我覺得你可以買 不是 是效果嗎 因為我做反的 MAKITA目前出的戶外藍牙喇叭 這個風格啊 真的完全不輸給露營用品 哇 很戰鬥 IP65防塵防水 再來加上 它連電池艙啊 都是做一個防水的設計 有在自己做DIY 對木田這個品牌應該不陌生 專門做 砂輪機 專業工具的吧 連音箱音響都有做 而且真的很漂亮 它是用均綠色 所以對戶外元素也很適合 也有千八百元 但是風格真的不錯 你在看什麼啦 這家用鍋具 我跟你講家用鍋具 我一直在找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家用鍋具不能拿去戶外 因為把手太長不好收納 對啊 然後這一個牌子的 都是可收納的 可拆卸可收納的把手 所以你家用鍋具直接帶注意就好 它也可以用IH爐 也可以用直火 所以在這邊煎個牛排炒個飯 或者是弄個玉子燒 都可以使用 甚至關東煮串燒都可以 它這個等於是萬用的 對啊 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把手 比方說你在焚火台 很燙的時候 你需要把上面的烤肉盤拿起來 也可以用這個夾 好多焚火台啊 可是焚火專區 但是看到一個這個 沖康碗是什麼意思 這專門沖康別人的 滴水碗 焚火台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當成 誰剛推也沒有問題 各個角度都有進去 所以燃燒效率絕對是好的 是不是就是個烤台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 是來拍生活自衛煌 把一些工具類的跟露營做結合 我找到比那個濾水籃更厲害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章魚 它是個烤爐對不對 抽屜型的 它材質真的就比較薄 如果你是剛露營的露營朋友的話 其實你可以買這一個啊 就當作是為了9月的中秋節做準備 我覺得也不違和 因為價格也要尊重一下 398用過之後 還可以做一些發想 一開鍋店桌 接兩個 中間還是烤台 然後又兩個桌子 搞不好可以做可莉亞火烤兩吃耶 火烤 對啊 欸 等一下 該不會 火烤兩吃 你就變G9屋老闆了 來這邊很有趣啊 你只要看到周圍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來利用 腦洞大開 腦洞大開 對 腦洞大開 欸 不是啊 我們在那邊弄半天DIY 這邊有賣錄影用品嗎 孟三喜這邊都是賣路牌的 比方說像這個 路牌的窯烤披薩 放上去以後 你把木炭放在上面 下面用焚火台再燒 就等於跟荷蘭鍋的功能是一樣的 而且才賣600元 這應該不是路牌的吧 是Outdoor 比較可惜 Outdoor 不錯耶 戶外風格收納折疊箱 這是我在孟三喜看到 最超值的 多少錢 498 它的支撐度是真的還不錯 玩火專區 路牌所有的焚火台 基本上都在這 包含從美式的BBQ爐 到這種立式的烤爐 一直到最小的B6菌 這邊都有賣 燒小樹枝 你一個人在用的時候很好用 B6菌的B6是直的大小 小嶺就有用B6菌了 然後包含這種V型結構 六角形的複窩台 女朋友可以買給男朋友 這有什麼知道的 香腸乖乖乳 香腸不會亂跑 戶外你一定要準備 銀釘銀錘鋸鋸子 那你在孟三喜其實都可以找得到 各式的柴刀 各式的鋸子 包含直刀 這邊都有 還有應有盡有的 上次有一次在營區的時候 銀釘一直拔不起來 這邊有一個工具很適合 我就不相信銀釘還有拔不起來了 各式各樣的Size 各種紋路都有 羅文釘都有 工具出租耶 對啊 而且它各式工具都有 然後它的租期都是 以三天兩夜 或者兩天一夜為主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家裡沒有工具 你要DIY錄影用品的時候 兩天一夜這個時間點 會讓你很認真的 在一個週休二日把它做完 趕快做完 不能丟讀 帳梁要精準 對 而且要在9點以前做完 才來有機塊 這裡有出租服務的價目表 各種都有 身為一個男人 就應該要 用一個租借工具的基地 有沒有租借場地讓你去玩 要不要順便幫你去錄影就好了 你根本不用去吧 只要你發揮你的想像力 跟你的手作結合 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風味 其實它有很多好東西 我們沒有介紹到 因為片場會關係 記得要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 掰掰